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州和松太的频道 今天我和松太去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就是Hong Kong Garden 在Newbury的马场里 搞了一个香港人的concert 加一个看马 再加上吃东西的活动 我有点花细给大家看一下 挺有趣的 哇 你们今天很英俊啊 干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动作 看马马吧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曼森权 我是香港的歌曲 我非常感激烈 今天来到这里 分享给你们我的音乐 和我的旅程 如何成为自己的朋友 好了 先选一下 这个多少号啊 这个五号 戴着眼罩好像威风一点 然后六号 嗯 这只头哒哒 一般的精神 后面这只就好像有点不合作 整个头哒哒的 哇 你看这只 这只側头 你看这只3号更囂張啊 这个側头马 3号 挺囂張 我喜欢3号 3号 哇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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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 buenas 8号 8号在怎么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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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8号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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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中啊 便宜 不玩了以后 我们就在后面,1号暂时来说还是包尾的 因为这场画是2400米,说明这张画就很厉害了 好,就是这样了,整个过程大概是五六个小时 很丰富的节目,有得吃,有得玩 打人可以赌钱,小孩可以投票,可以抽奖 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字 还有Manson坐正在我对面 拿着麦克风很情心苦欢地看着我唱歌 哇,这些这样的机会,真是非常难得 今天去到会场,很多人 不单是有香港人,还有其他英国本地人 整个气氛非常热闹 因为包厂那里坐满了香港人 气氛就非常热闹 但因为今年只有Newbury那里有一次 但他说明年将会全面扩大 全英国都会有机会有这样的活动 譬如可能是Manchester,Birmingham,Nottingham 你住得远的朋友这次参加不了 下一年都有机会参加这类型的活动 好了,Anyway,进回正题了 昨天主要是讲施己燃 他是怎样定义这个Working people 就是有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作着的人 或者是工作人士 那就随去怎样翻译吧 但是Working people究竟正确的定义是什么呢? 他昨天是非常含糊其辞的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针对施己燃 或者是觉得他特别说一些东西出来 令到我们不喜欢 或者这个可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不应该经常都这样去说他的 应该客观一点去评论他 究竟做了什么实际的事 但是我发觉这个并非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我们观众在下面留言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看法 甚至乎是英国现在普遍的市民 都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 有那种厌恶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施己燃好像是 针对着自己来进行那些新的政策的推行 今天Sky News就去昨天 那番言论的何谓Working People的定义 就出了另外一个新闻的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 Sakir Starmer Denies Waging War Against Middle Britain With Budget 中文就是说 施己燃否认他向英国的中产阶级宣战 你看看 用词汇这么占语 Waging War 里面的内容就是说 英国的市民在当昨天听到这个访问 看完他的表述之后 就觉得不妥 就是你所谓的Working People 是不包括我 是要穷到富川洞 或者我们中文叫月光族 餐饮餐食餐餐清那些人 才是在你的budget里面豁免不用加税那些人 但是最大的反差在哪里呢 就是当你在那里去promote你自己的政党 说为什么要选工党上来 那时候在你未做之前 你是说凡是有工作着的人 你都不会加他税 但原来很多的市民就在昨天的访问之后 突然间醒觉 访言大验 原来你所谓工作着的人 是不包括我的 因为有很多人 可能他自己本身 有一定的资产 可能有小股票 有些物业 有些投资 有些退休保障等等 原来这堆东西 在你的心目中 只要拥有这堆东西 你就不是在工作着的了 你就跟无业是没有分别的 那既然你是无业 你就对社会无贡献 对社会无贡献的话 我们就要问你拿一些钱 因为其他在贡献的那些人 就是餐饮餐食 餐餐清的 坦白说 英国普遍的人 其实不是说 真的天天去留意着 每天政府的政策 或者他们讲的那些什么的内容 但是当有一些 就是比较重大的事件 或者他在那个影片里面 就是他的访问里面表达得 非常之不好的情况下 那件事就会得到 很多的市民的关注 其实我和松太 在他们正在选的时候 已经是重点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经常提 不会加working people税 那是不是就是 不是working people的人 他就会加税 其实这个玄机 一早就已经在选的时候 已经是暴露了出来 是一个很specific的 是很specific的一个term 而保守党也都是指控他们 是一定会加税 当时民间那个反应是怎样的 你保守党无中生有 明明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你硬砌工档生猪肉 说他会加税 很多传媒去指控 这个保守党还说要调查他 为什么要这样讲大话 现在事实证明他是有没有讲大话 他是没有讲大话的 因为在他的working people 这个定义里面 和我们心目中的working people 的定义 是有很大的分别 现在英国大部分的中产就开始醒觉了 就觉得 现在你其实是针对着我们 你现在是要我们中产的人士 去帮你政府埋了你的那张单 而其他那些 为什么你说餐 找餐吃 餐餐清的那些人 那些人没事 很简单 他根本没有资产给你去加税 那何来可以帮你埋单呢 其实他是只不过是将那个 那个样东西包装了 其实他潜台自赞 那帮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埋这一张单 有能力埋这张单的 就是你这帮有资产的人 没有资产的那帮人 不是我不想加他们 是他根本无税可收 所以他才包装成为working people 我们就不会加税 其实他这次这件事件 就正正反映了什么叫做 越描越黑 越讲越衰 就是他是很想去解释 他的政策 原意是为了大家好的 不是你们想象中这样的 但是当他解释的时候 就无意间透露了 哦 原来你不是这么想的 你就是target我们的 说多错多 说多错多 记者就在他去了 这个Commonwealth Summit 那个峰会那里的时间 就去问他这个问题 就问他 那其实你是否在target中产 那司机就说 不是 我们没有target中产 这个又是过往保守党 14年执政 blablabla 我不再复述这么多次了 OK 都是那堆东西了 然后那个记者就向天空新闻 表达他自己的见解 就是其实工党是会在这个十月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加的税会给他在他那个政纲里面提到的 重要多的 但是呢 Kia Starmer 就否认 否认些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 这个interview之后 越描越黑的底下 他就派了一个唐宁街10号的一个发言人出来 那就 clarify 什么叫做working person 又不同了解法了 现在 他说 clarify 有small amount of savings in stocks, share or an ISA are still conced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 be working person 即是如果你有少量的股票 少量的这个ISA的储蓄的话 或者少量的一个积蓄呢 那这个呢 在我们的手上心目中呢 仍然都还是这个 有工作的人这样的定义 喂大哥 他派个人出来说一句话 你不要再clarify了 OK 什么叫small savings 你都没有clarify任何东西啊 你不是clarify 你是补充了 更加巩固了昨天的interview里面 司己然提出的那个 所谓有工作的人的定义呢 真是如我们心目中想的那样的 就是呢 所有一穷二百的人 才是有工作的人 那我想问下 就是你之前呢 加十几个percent给那些火车司机 那他们现在的平均工资呢 已经去到七万英镑了 他们不是有工职 是的 他们是不是算是有工作的人呢 那我想问 如果一个有工作的人 他有很高薪 然后他是 是没有saving 是的 完全没有职速的 完全不理后果的这样 每个月都洗光他的 是的 有多少 洗多少 今早有酒 今早聚 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政府呢 哦 我们不会加税 加他的税的了 但是呢 如果你说不是哦 我死省死底 可以留一些资产 买股票啊 投资一下基金啊 买物业啊 哦 对不起了 这样 不好意思啦 你这样跟失业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一 你找个发言人出来呢 是补充回 原来 听我的无契 这个theory 是真的正确的 就是你这样都不是叫做 向中产宣战 我就真的不知道什么 才叫向中产宣战 因为 你要有产 你才是中产的嘛 那现在凡是有产的 你都说 不是 向产 是啊 你都说 那些产要给你 那你还不是向中产宣战 咦 这里你错了 因为它真的 不是只是target中产 是target所有有产的人 是啊 这是正宗的 浑家产 先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说粗口啊 我只是很贴切地 形容着 何谓 working people 所以呢 继这个 免费门着素门之后呢 它有一身杰作了 何谓中产 何谓有工作人士 这一件事情 就会继续再跟随他多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还有没有几个月呢 现在看上去呢 他的形势是非常之不妙 就是单凭他现在这样的结作出来之后呢 就是他还可以挨多多久呢 他是每一天都讲错话 每一天每一步他都要走错的 就是明明是可以走得对的 他一概不选 那么现在因为峰会的问题呢 他看到现在情况不对了 他立即飞回英国了 你知不知道吗 因为还有几天时间 他就要公布那个mini budget 其实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有计算 怎样才可以挽救自己的声誉 怎样挽救文化 讲多错多 不要讲那么多话 我想他可能迟些就会出来跟大家说 哎 难道每个做首相 都真的喜欢做首相吗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过生气 或者是觉得这件事很愤怒 各种东西 我觉得都不需要的 就是我们正观其变 在到下个星期的时间呢 就是mini budget一出呢 我相信有更加多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还有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英国市民 我发觉都开始醒觉了 就是感觉到不对路 明明我是要输血的 怎料 咦 医生 你现在帮我抽紧血啊 那大家就感觉到我们是否应该要做些事呢 是否有些事要改变呢 那在英国的这个体制里面呢 那绝对是什么事都有机会发生的 当他的政策是行得太过错 或者太过极端的时间呢 那英国的体制呢 是有一个自我调制的功能 我们也都应该要相信了 英国的人民呢 是有这样的洞察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工党要调整一下自己目标的心态 就不要说什么25年啊 15年啊 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呢 我劝你呢 现在就很U-turn了 就是想想想怎样可以捱得到这5年 再说啦 那我知道大家是很想知道 究竟如果工党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大家人民不想要这个政党再去执政了 那究竟他们有些什么机制 是我们可以令到这件事情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呢 那我之后会专门做一集去讨论这个事情的 那所以大家给点耐性 那我会组织完所有的事情 跟大家一次过讲解 那工党呢 所做的政策呢 其实不是全部都是不行的 那譬如我们昨天有讲过去禁止这个一次性的电子烟呢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当然啦 下面有些网民就批评 为什么呢 学校加VAT就立刻实行 但是禁止电子烟要等到下年6月 我都是想想 我都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等到下年6月呢 既然如果你说是影响生意的 那你那个在酒包外面禁煙的那个都会影响生意的 但是去U-turn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件事 去U-turn的理由是因为Nigel Farage抢了他的票 所以他才去U-turn那件事 这个是有真正的原因 应该是给一些时间的人买卖 他就剩下了个货 都可以理解的 始终我觉得Bang一次性的电子烟呢 是一个得证来的 是对的 即使我有吃电子烟也好 我都认为是对的 这件事 Anyway 讲第二样我觉得呢 它也是一个得证来的 但是呢 只不过它的出发点和我的出发点是很不同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接下来呢 即今晚大家看节目的时间呢 你的人生的生命的时钟里面 都会无端端多了一个钟头的 那不用担心 下年的三月呢 你又会少了一个钟头 所以 但是起码 今早有觉 今早睡 所以明天呢 大家可以多睡一个钟头 不过是星期日改变 所以都没什么关系的 Anyway 除了我们现在回到东令时间之外呢 那去到这个10月底11月头呢 有一件事呢 我自己个人来讲 在英国是一个最讨厌的时段来的 就是11月5号的这个Bornfire Night 那大家都来了英国几年呢 都会知道呢 Bornfire Night呢 就不是只是11月5号那晚呢 会放烟化 而是前面一个礼拜 后面一个礼拜 是会持续不断地放烟化 慢慢的 尤其是 如果你住在一些比较密集一点的社区的话呢 哇 你真的不用睡的 整晚都 那你知道 虽然11点之后 其实李鹰是不应该再放的 但当然 一定会有人不守规矩啦 继续在那里 因为那个感觉呢 我自己的感觉 觉得很恐怖的 就是好像打仗那样 就是烟化是很吵的嘛 吵到就好像开窗这样 然后它是不停地两个星期 我自己感觉上其实很骚扰 我试过有几次做节目 因为在外面放着烟花 我讲一下要停 要不然我那条片就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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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你以为我们家打仗 是呀 雷霆救兵我正在拍 原来早在2020年 工党已经向政府动议 我们可不可以禁了一些超过90分倍 噪音制造的一些烟花 是不让那些烟花再售卖 还有去燃烧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认为 这些烟花 这么吵吵 这么厉害的烟花 是会影响动物的福利和动物的权益 我自己就没有在这方面出发的 坦白说 因为我自己无养动物 所以我不是特别关心这方面的东西 原谅我是没有关心到 对于人类方面的东西我是比较focus一点 我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有小朋友很小过BB 你真的听到那些爆声 是会很影响那些小孩 那些BB是会吓得很厉害的 他们的精神很紧张 对他们都会造成精神上的损耗 另外第二就是 其实放烟花 也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来的 因为有很多人不是根据规矩去放的 就是你打直到天那里才是正确的做法 但是有些人是会射去别人家 甚至对着那些人射 甚至有一些不乖的小孩 就会在街上对着那些车射 那我曾经见过不下五、六次 是我看着我前面那辆 还有我后面那辆车 是被别人找烟花射的 我在中间我是很害怕的 就是你射到我的车那里 我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那辆车会有什么损毁 或者我会不会受到安全上的威胁 我也不知道你的烟花有多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都挺恐怖的 我知道香港人来到英国 有得合法放烟花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来的 但是我自己坦白说 我过了头几年之后 我已经没有再玩烟花 甚至就算我现在家里有小朋友 我两个儿子是不喜欢烟花的 喜欢和不喜欢一个好个人 可能你十几二十年都很喜欢烟花 不出奇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它带来社区的伤害其实是很大 而且每年去到邦花牙的时间 就是救护车 消防车出动的次数 是远远高过平时 那你是增加了医疗体制的压力 另外也是有不少的伤亡出现 根据政府统计的数字 每年去到邦花牙之前 那两个礼拜和之后那两个礼拜 每个礼拜全国是有一千人 是因为放烟花而弄到的 那就是整个邦花的节日里面 每年是有超过四千人是因为这样而受伤 再加上其实如果你说环保 那你放烟花是一件很不环保的事 或者放邦花 都是集中在那段时间去做这件事 所以你对环境污染有限 但问题是当我们连交饮馆、交叉、交叉、交盒 那些都不能用的时间 那为什么在露天的地方狂消夜 狂放烟花又可以被允许呢? 其实这件事就有一个很复杂的反差在这里 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但是工党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他没有执政的嘛 所以他们动议这件事是被否决了 以及割置了 根本没人理的 但是现在因为工党执政之后 他也是去拨款 去研究究竟Bornfire 对于动物权益的损害有多大呢? 就有科学的证据证明 超过90分费的烟花 是会对动物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由于有这样的统计数字 所以现在工党就决定将它提交上国会 可能今年就会是最后一年的Bornfire 可能下年就不会再有大型的烟花 可以让你自己买来放了 就是你可能要看 就要去一些公共的地方 例如Council去放烟花 或者一些大型的商业活动那些 他们做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你如果自己私人在花园那里 Bornfire 这样爆 你就可能爆一些小一点的 太厉害 太多噪音那种 就不准爆了 我自己坦白说我是贊成的 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以减低那个恐惧感 就是对于Bornfire 那个恐惧 我其实都挺惊喜的 每一年去到那个时间 一听到外面Bornfire 是说的是 你是下午四五点钟一入黑 就已经在那里爆了 如果你在撞正 Bornfire 的前后那几天 或者那天 在Bornfire那里走 很危险的 很夸张的 你真的看到周围 就不停在那里爆 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 但是你会令到 激动了驾驶者 会令到他 是挂着看烟花 而不是在看一条路 其实对于道路安全来说 都是会引起一个很大的隐患 还有呢 因为英国其实也有很多 那些阿神 就是故意中火 或者恶作剧 那你不知道他会不会 拿着烟花 向你家里射 然后 你家里有些異然的东西 然后一把房子烧了 那间屋 如果当时你不是在英国 比如你不是在家 你去了其他地方 出去吃饭 那样 然后射了你也不知道 然后你家屋 无端端这样烧着了 那就是 不是说你不放烟花 就一定不会 但是放烟花 当人手上有那支东西 可以合法买到的话 那你增加危险 风险就会相对地大了 就是我自己 对于这方面 安全方面 那个注重是比较多些的 那虽然呢 我觉得有个不好处的 就是将英国的 一个很传统的节日 就可能会稍微有失息了 可能大家会没有那么尽兴 在那个时间 但是我觉得两样东西之间 拿个平衡 其实现在公董 以这样的提议是好的 就是不是说不让你放 但是你不要放太厉害的那些 就是那些小小的玩滴滴仔 在家里飙扒 那些一两个 其实我觉得OK 好了 第三单呢 跟大家讲一单 挺有趣的新闻 但是有趣得来 其实香港人 又比较少想去讨论这个话题 那就是关于墳墓 英国的墳墓 就跟香港的墳墓 有点不一样 香港呢 通常现在都一格格的 因为 因为你土壮的话 那个位置实在太贵了 香港地少人多 但是英国呢 其实都还是很流行土壮的 所以你会看到 周不时 周街都会无故 在教堂旁边有些墳墓 甚至乎 可能在住宅区旁边 都有些墳墓 我稍后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呢 BBC呢 最近有一个报导 就说呢 英国呢 尤其是在伦敦的位置呢 已经有很多的墳墓呢 是接近了饱和的状态 也没有办法去辟一些新地去兴建坟墓 因为在英国 都颇为少见到一些很新的坟墓 全部都是说几百年的 你随便走进一个坟墓呢 你看到上面写着一些一些 一七几年 一六几年 一八几年 是的 每个人死都死了百几二百年前 很多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英国呢 有一些墳墓呢 已经是埋葬了十几万人在里面 那就已经很快很接近呢 用完的一刻了 那现在呢 就开始有一个关心就是 咦 发觉很多地方的墳墓 已经是差不多耗尽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墳墓的话 那那些先人去哪里埋葬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增加这个坟墓的供应呢 那在英国呢 原来有一条法例呢 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坟墓 你一旦已经安葬了先人在里面 但是呢 你走去挖起它 或者你去捣乱它 各样东西呢 那就是有一条坟墓扰乱罪的 那是一个刑事罪行 一旦它已经落葬了在英国的法例里面 你是不能够再搞它的 它是永永世世千千万万代 它都要留在那个位置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不行 因为已经太多的坟墓了 已经没位了 那所以呢 就在两年前呢 就已经有议员提出 不如我们修改这个法例 嗯 那就令到那些坟墓呢 有一些可能真的已经很多很多年前 已经埋葬那些呢 拿出来 嗯 然后呢 就可以被新的人 新的先人打进去 就重用那些坟墓 那那些拿出来的又怎样呢 拿出来的 是啊 重点就来了 报道里面是没有提及过的 就是拿出来 拿出来那一班呢 是要有一个符合一个规定 就是那个务位的灵位 已经有75年的历史 那75年呢 就是他们认为呢 连他的后代都应该已经去世了 是 就是会去拜祭他的亲人 都已经不在了 是 那就变成了那个坟墓 基本上是 没有人会再去打理 也都没有人会再去拜祭 是 这样的情况下呢 先将他起了出来 嗯 然后就重新给一些 新的先人呢 就安放进去这样的 那如果他还有亲人在呢 哦 现在这样的 一个提议呢就是说呢 如果有人反对 就是要挖了 那然后呢 有亲人反对 我不想你挖 那那个墓月呢 就会再给他摆多25年 但是如果过了那25年 就是total100年 看怕你的后人都死干死正了 就是 会来拜祭你的那些 都应该不在世了 那他才会去挖起他 然后再重新reuse 那个坟墓咯 为什么这个政策 那么像他监仓的政策呢 坐够七成呢 那个sentence呢 就可以放监出来 因为不够位 睡了75年 睡了75年 睡了75年就要起床了 要让各位给客人坐 有人反对 睡多25年 这样 然后就要被帝哥坐 没错了 就是坐监又不够位坐 然后我们住屋又不够位住 到死了 都不够位睡 其实为什么会没有后人 一定有后人 但是问题是你过了100年之后 你已经是隔了可能五六代的嘛 是啊 那你会不会去拜你的太太太太太太太吗 如果我知道是谁的话 会吧 你连他叫什么名字 你都不知道啦 不要说去拜他吧 有谁知道自己上五代的叫什么名字的 不看族谱啊 不要看族谱 记得的 那我觉得你有权可以选择 叫他多放25年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觉得他亦都无可口非 他这样的行为 因为根据2007年呢 英国有学者去研究英国剩下多少的墓地 这么多人研究 没错 什么都有人研究 但是那时候已经发现 全英国所有的墓地 将会在未来的30年里面耗尽 那就是 是2007年计的 那就是2037年 全英国都不会再有位子 可以给你土壮的了 那现在已经去到2024年 其实只剩下十多年而已 所以有很多大城市 尤其是伦敦呢 已经率先很多墓地 在未来那几年就已经会耗尽 所以他一定要去修改法例 才可以确保 未来的先人都仍然有土壮的机会 但是其实呢 英国人呢 对于脸壮方面的文化 或者是概念 跟我们华人其实很不同 因为英国人呢 已经很流行火化了 其实华人都有 香港已经很多 大部分都是火化的 现在就算是土壮的 都可能七年十年之后 执出来再会去火化 因为实在没位子 而且太贵了 但是在英国来说呢 他们火化完之后呢 就不是好像我们香港那样 摆在那些和合石啊 或者那些将军澳 说是永远墳墙 一格格一格格那样的嘛 但是英国就不是这样的 英国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会拿回家的 就是拿回家 他又会不会功夫 他又不是功夫的 日本人都会拿回家的嘛 日本人都会拿回家的嘛 日本人拿回家 早晚都会拜一拜这样的嘛 不会的 但是英国就这样拜在家而已 是放在一个火炉上面 放在一个火炉上面 放在一个火炉上面 帮它取暖 是不是 总之大部分人都是放在那个位置 那就是他有个这样的文化啦 还有呢 他们会很流行呢 是将它灑下去那些河啊 大海啊 树的旁边啊 就是生前中意的地方 是的 生前中意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花园那些那样 那其实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就是它是一个很环保的概念 还有是尘归尘土归土 是不是 你始终那件事 就是一个很organic的一个程序下发生 还有呢 英国人呢 会将他自己记念 挂念的亲人呢 有时他未必一定是以一个坟墓的形式去做的 他可能会捐钱给一些council啦 或者是一些教堂啦 就叫他们 建一些椅子啊 长椅子啊 公园的桌子啊 那样东西啊 或者种棵树啊 然后放一个名牌在那裡 就是in the loving memory of 很多公园都有的 是的 谁跟谁生于多少 死于多少这样 那其实 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觉得其实 华人应该学习这一方面的 他们这样的概念 就是 喂 其实它死了 你纪念它 不一定要是去一格格那里拜祭 才叫纪念它 而是 喂 它变成了一张椅子 它将那个思念的情感 摆了两件 可以对后世的人 仍然有作用的工具 例如你去到公园里面 你坐下 我有时候都会看 咦 后面这个 哦 原来它呢 就是多少年生 多少年死 哦 它们是一对老夫妻 这个呢 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就已经去世了 其实反而 那个纪念的意义性更大 就是不只是你自己 直属的亲人会纪念它 而是 旁边的路人都会 可能 短短地知道 你小小的一个过往 反而它那个 留在世人上面的记忆呢 可能还会更加强烈 好了 最后呢 我要讲一讲呢 香港人呢 和英国人一个最大的文化差异 就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帮客人去选楼啊 去看一个区的时间呢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附近会不会很近教堂啊 或者很近一些坟墓啊 这样 因为其实你近教堂 就已经是近坟墓 基本上 大部分教堂附近 都有些 都有一些的 所以呢 香港人呢 或者是华人也是的 就比较记忆 就是住得太近的坟墓 那我曾经试过做过几单 就是 或者一间屋很正啊 交通很好啊 校网全部都一流的 它真的好 那个价钱又对 嗯 但是就是因为它真的太近的坟墓 所以呢 他们没有办法下手 就是唯有都是选过第二间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缺点 但是 他们就经常都很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英国人可以 住得这么近的坟墓呢 譬如我以前 读boarding school 的时间呢 我那间房子 是可以看到一个坟墓的 而且呢 我以前呢 我以前呢 会和那些同学呢 是晚上走去墓墓那里 聊心事的 就是已经很正常的事 和那些鬼仔啊 一起玩啊 走去墓墓那里 去聊天啊 那些 又不是特别说鬼古武的 就是去聊聊天啊 去吃烟啊 各样东西 喝酒啊 是已经很正常不过的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那些 墓墓 墓墓就很近的那些教堂 但是那些教堂 其实已经有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啦 那些墓墓 其实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他们其实在社区里面 从小到大 都是看着那堆东西 而他每个礼拜日 就是有宗教信仰的英国人 传统的英国人 都会去望尼撒啊 去做礼拜日啊 那其实他每一个礼拜 都会经过那堆东西 对他们来说 那样东西是 是非常之正常 就等于有间supermarket 你那间屋的附近啊 有个巴士站 你那间的邪对面啊 你会不会为了登柱 而不买那间屋 除非他撑到你间房而已 是不是 否则的话 哎呀那只登柱太近了 我家了 所以我不买它 他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对他来说 那样东西 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 甚至乎呢 在英国人的概念里面呢 由于 逝去了那亲人呢 是他自己 就是一个很close的family 感情上 跟他有很多联系 所以他会尽量想选 住得近那个先人 嗯 就会选去埋葬了那个地方 而居住 有些这样的案例 是的 另外呢也有些先人 我因为在这里出生的 有小到大 在这个区里住的 所以我死了呢 我都想安葬在附近 那所以呢 变成那个community里面 那个坟墓呢 那个墓地 全部其实都是那个社区的人 所以他们 尤其是那些小的村落里面呢 其实左人有你全部都懂的嘛 那所以他们是不觉得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我们的亲戚啊 那些朋友啊 在那里 然后我们在附近生活 那就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甚至乎他觉得 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 在这个小区里面生活呢 那才证明这个地方是值得 我们继续 小时代代的这样留在那里嘛 这个就是跟我们香港人那些风水命理啊 各样东西在玄学方面啊 或者是觉得不吉利啊 或者是可能是跟我们先人 和再生的人呢 不可以混在一起啊 这个这样的概念呢 是完全走两个极端的 所以为什么英国人是没有这个 哇 阿墳祥在家里附近呢 是会有不吉利啊 风水不好啊 Unlucky这些 他完全没有这些这样的概念 唯一的就是现代呢 近这几十年啦 因为有荷里活的影片呢 常常拍些恐怖片 鬼片啊 在一个坟墓里走出来啊 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人是 如果有心理阴影 就是因为怕这些电影所塑造出来的形象 而不是因为 他们本身对这件事有一个恐惧在里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香港人呢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甚至乎呢 我看过一些节目呢 有讲过的话呢 其实英国人呢 有时是特别喜欢 住在一些坟墙附近的 就是贪它够静 就是宁静啊 不会说有太多的交通啊 很多东西的骚扰啊 他们反而是喜欢这种感觉 还有星期日呢 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 我就很恨的 哈哈 很早就吵醒我 Anyway啦 这个个人喜好啦 是不是 但是香港人就永远不会 就是大部分都不会这样选的嘛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这几十年来呢 你英国混了太多不同的人种 太多不同的文化 太多不同的宗教 所以人人都有自己 对于生死的看法 自己一套的文化和概念 所以在这个方面 层面上面呢 就引起了一个文化的差异 但是如果你说 以传统的英国人来说呢 他们其实真的不是太介意 所以很多人整天都会问 为什么英国没有空窄这件事 为什么没有记载 哪一间屋曾经死过人 第一就是因为英国的屋呢 有很多都已经有百几二百年的历史 如果告诉你 那间屋从来没有死过人 基本上其实都没什么人相信的 他死过人的机会 是大过没有死过人的嘛 这是第一 此其二就是 由于他们有过这样的文化背景 其实他根本就不觉得 是有一个太大的问题 除非你说那些空窄案很厉害的 什么在花园里埋了十几具屍体 那间都没问题 那间都卖了 在伦敦 那间就便宜了 10% 最多九折而已 英国不好意思 空窄最多都是九折 但是平时的 自己家人在家里去世了 他无所谓的 他还好 证明他还是留在家里 那件事 这件事就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反差 反而上我觉得 其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文化 他们对生死的观念 是觉得这件事 一定会发生很自然必经阶段 为什么要太过地去 紧张他在你附近呢 其实在你附近 反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生物 都有终结的一天 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件事 有特别的一个恐惧在里面 可能很多人会说 松仔你既然够不介意 不如你搬去墳墙住 那我是不会的 因为始终我母语是讲广东话 他是讲英文 大家其实就不太熟 所以我自己都会 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Anyway 今集的节目到这里 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见 拜拜